听众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所以说我们再次遥望给主 今天早上我求祢使用祢仆人的口 能够将祢的道讲得清楚 让弟兄姐妹听见祢的话 就愿意遵行 愿意跟随耶稣 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是小先知书的最后一讲 过去两个礼拜 我们讲了哈盖书跟撒加利亚书 那这两位先知 都是圣殿重建时期的先知 正因为他们的信息 鼓励了神的百姓 所以百姓们就恢复了 重新建造圣殿的工作 而且恢复了圣殿的敬拜 不过又经过了五十年 百姓遇到种种的困难 当时旱灾 农作物欠收 生活穷困 再加上周围敌人的迹象 百姓们又开始灰心失望 怀疑上帝的爱 所以他们的信仰 圣殿的敬拜 都成了一种形式 他们的道德越来越败坏 就在这个时候 神借着马拉基书 对他们说话 马拉基书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 在我们周报上 我也把那个大纲写在里面 我们读到许多上帝 对百姓的结问 从百姓的回答来看 他们非常的无知 而且自以为意 他们不断的反驳 不肯承认自己的问题 但是上帝还是非常有耐心的解释跟证明 那我们来看上帝对百姓发出的第一个解问 第一章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这里的意思是说 上帝质问他们说 难道你们不知道我爱你们吗 他们居然反驳说 哪有 但是上帝耐着性子解释说 他当初拣选了雅各 爱雅各 这就是上帝爱以色列百姓的名正 其实在这当中 有一个隐含的意思没有讲出来 也就是上帝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 所以当初上帝拣选雅各 爱雅各 这就等于现在依然爱他们 因为上帝的爱是没有改变的 其实希伯来文讲到上帝的慈爱 慈爱这个字 Kesed 也可以翻译成信使 表明上帝的爱是一个信使守约的爱 是永不改变的爱 接着上帝又发出第二个结问 这一次是针对祭司们发出的结问 我们来看一章六节 妙是我们的祭司 万君之夜华对你们说 儿子尊敬父亲 仆人敬畏主人 我继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 我继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 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 这里是上帝结问祭司们 你们为何藐视上帝 但是祭司们的回答 仍然让我们看到 他们是反驳不承认自己的问题 当然上帝还是苦口婆心的解释 并且提出证据 上帝就提出了两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呢 上帝指出他们献祭 献的是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祭物 那这些他们都不敢拿来献给官长 怎么敢拿来献给上帝呢 这岂不是藐视上帝吗 第二个证据 二章五到九节 我来解释 大家来听 那上帝曾经跟立位 以及立位的后裔 立了一个永约 上帝说要立他们永远为祭司 而且在这个约里面 上帝要把生命跟平安赐给他们 使他们敬畏上帝 而他们必须守约 把上帝的话教导百姓 使百姓离开罪孽归向神 但是现在呢 祭司连自己都不遵行主道 更不用说教导百姓去遵行主道 由于他们的被约 使许多人跌倒 这是他们藐视上帝的第二个证据 当上帝证明完祭司的问题之后 他又转过来对百姓发出了第三个解问 他说你们为什么被约 取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呢 你们为什么被妻蒙约 使你们的前妻叹息哭泣呢 正因为他们的被约 以至于上帝不再看顾 也不收纳他们的公务 那你们知道百姓听完之后反应如何 居然是自以为意 反驳上帝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不过上帝仍然是苦口婆心的跟他们解释 上帝说你们的配偶是你们蒙约的妻 你们不可以诡诈 以诡诈代他们 我们来看二章十五十六节 我来解释 他说上帝虽然有能力造许多人 但是他只造一人 为何只造一人 乃是他愿得人得尽全的后裔 所以你们要谨守你的心 无论谁也不可以以诡诈 代你幼年所取得起 这里说只造一人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上帝只为他们造一个配偶 当然上帝可以造很多人 但是上帝只为每一个人造了一个配偶而已 因为上帝愿他们得着尽全的后裔 而且要他们有一个谨守的心 要知道修妻跟以强暴代妻子 以诡诈代妻子 都是上帝所恨悟的 你们有没有觉得上帝很有耐心 一直跟百姓说明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虽然他们不承认 接着上帝对百姓发出了第四个结问 我们来看三章六到七节 第四个结问 我来解释 上帝说 因为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 意思是说 上帝对他们的爱是不改变的 是信使守约的爱 所以到如今 他们没有因为不断的犯罪 不断的被约而灭亡 上帝劝他们要回转 结果他们的还是反驳上帝 但是上帝仍然耐着性质跟他们解释 要他们不可夺取上帝的公物 也就是十一奉献 并且应许十一奉献是他们蒙福的管道 最后上帝又对百姓发出第五个结问 三章十四节 上帝结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说 侍奉神是突然的呢 遵守神所吩咐的 在万君之夜华面前 苦苦苦苦苦苦再解 有什么益处呢 然后上帝还是再一次的 用耐心向他们保证 上帝一定会祝福那些敬畏他 侍奉他的人 将来这些人在上帝所定的日子 必特特的归上帝 但是那些恶人不侍奉神的人 将来必如尘土 踏在义人的脚掌之下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读马拉基书 在这里面充满了上帝对百姓的结问 但是每一次结问之后 都是上帝自己苦口婆心的 说明解释苦苦的乡劝 还加上应许 他们若回转一定会蒙福 读完这些内容 你觉得怎样 你觉得上帝要透过马拉基书 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吗 我发现至少有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第一个信息 马拉基书告诉我们 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 上帝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 纵使百姓不断的被约 不断的私信 但是上帝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 从马拉基书一开始 上帝就跟百姓说 难道你们不知道我爱你们吗 然后从当初上帝拣选了亚各 爱亚各 一直到如今 上帝依然爱亚各的后裔 以色列百姓 上帝的爱是从来没有改变的 如果上帝的爱改变了 他们早就灭亡 因为他们的罪属于让他们灭亡好几百次 所以马拉基书一直要写明的是 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 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 还有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上帝结问百姓的时候 他们是死都不承认 不断的反驳 但是上帝不是很愤怒的立刻惩罚 如果是我们的话大部分就立刻惩罚 对不对 上帝反而是仔细的反复的提出证据 告诉他们说你们真的有这些问题 还有当上帝结问他们 为什么取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呢 为什么修妻呢 为什么轻忽十一奉献呢 等等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这些问题早就在以色拉记 离西米记提过 其实百姓很多的问题 上帝早就在小仙之书 大仙之书里面不断的提醒百姓 到了旧约最后一卷书 马拉基书 上帝还是反复的提醒 反复的结问 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小仙之书 很容易读成一团 因为很难分辨出到底它是什么书 因为内容都很像 你同意吗 提到百姓的罪都差不多 只是时代背景不一样 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上帝很啰嗦 不过上帝不断的说 百姓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我们看到百姓的反应 都是自以为意 始终不承认自己的问题 还好上帝没有放弃 每次都很有耐心的解释 说明苦苦相劝 上帝非常担心他们不肯回转 而进入到永远的审判里面 你可以体会上帝的爱吗 我以前听过一个笑话 有一个妻管颜 妻子管得很颜的先生 非常听他太太的话 每一次他太太只要讲完一次 他马上乖乖的去做 朋友都很好奇 就问他原因 这个先生就回答了 他说刚刚结婚的时候 有一次他养了一只狗 对着他太太狂吠 他的太太就转过来 对着狗很严肃的说 不准叫 我数到三 你再叫四看看 一点都不啰嗦 非常霸气 然后太太就数一二三 当然这只狗继续狂吠了 结果就听到蹦的一声 这个狗就倒地再也不起 从此这个先生就非常听太太的话 不敢让他太太数一二三 你有沒有注意 你有沒有很感恩 还好我们的上帝是很啰嗦的上帝 不是数一二三的上帝 不是霸气的上帝 所以我们还有很啰嗦的长辈 你要感恩 上帝已经数了几千年 还是给我们机会 还是苦口薄心 不厌其烦的结问我们 然后他自己不断地说明 不断地回答 还加上应许 你可以体会上帝不放弃我们的心吗 你可以体会上帝不断地结问 在这背后很深很深 守约的爱吗 其实上帝大可数一二三 然后解决一切 但是这样霸气的上帝没有爱 我们需要是不断 不断对我们啰嗦 不放弃我们的上帝 你阿们吗 那么上帝现在用什么方式 不断地结问我们呢 就是透过圣灵的感动 所以保罗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当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感动一些事情 特别是提醒我们一些 最需要悔改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认真听 要知道那是上帝爱的表现 因为上帝没有放弃我们 所以不断地结问我们 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在我人生当中 事奉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经验 因为我从小眼睛不好 有先天性的弱势 所以我无法考机车驾照 后来我认识一位公立医院的护士 那体检到眼睛的时候呢 就通通正常正常 当然也很顺利考上驾照 我很开心 但是上帝好像不太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信耶稣了 也刚刚来真理堂 我在这里有很多成长 然后突然间那段时间 我觉得心里面 有很多声音在结问我 上帝问我说 这样好吗 你不担心自己的安全 也不担心别人的安全吗 当时这些声音真的很多 甚至有一度我想说 我就离开教会 等到心里面 那个声音都没有了再回来 但是感谢主 主没有放弃我 就在一次聚会之后 很扎心 那我就决定请姚牧师为我祷告 我决定悔改 又剪掉那张驾照 我决定这一辈子再也不骑机车 虽然有时候很机车 但是不再骑机车 感谢主的事 当我悔改 主我安全地接纳 甚至就在那段时间 全职的呼召 就非常清楚地领导我 那一次的经验 让我知道圣灵在我里面 不断地结问我 原来是为了我好 是为了祝福我 那一直到现在呢 当我得罪神 得罪人的时候 圣灵总是会在 我心里面结问我 目的是要帮助我 快快地回转 其实很多基督徒 都有这种经验 同意吗 很多人跟我反应说 他们信了耶稣之后 怎么发现 对罪变得很敏感 以前都不觉得那怎么样的 现在好像一下子 心里面就被提醒说 不要这样子 不要那样子 那是什么 其实那是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结婚 那是上帝爱的表现 当然圣灵的感动 不只是提醒我们 结问我们罪的问题 圣灵也会感动 我们爱的行动 我记得十几年前 那个时候 我们正在推动 扩建的奉献 因为那时候 我们盖这个教会 需要五亿多的减费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因为协助 我的岳母 协助我的家人 处理债务的问题 每个月我们生活 非常的紧 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 甚至我们家一天 只能有一百块钱的 参费全家 但是圣灵那段时间感动我 你不用担心钱 你不用担心不够用 圣灵一定会预备 所以我就顺服神 顺服圣灵的感动 除了稳定的十一奉献之外 另外还有十一是扩建的奉献 感谢主 那个时候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从来没有缺乏过 上帝的公益是非常奇妙的 而我顺服神 我就能够具体的体会 耶稣的爱是如何的长过高生 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马拉基硕告诉我们的第一个信息 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 上帝对我们的爱是 苦口婆心不离不弃的爱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上帝呢 接着我们要看 马拉基硕的第二个信息 也是告诉我们该如何回应上帝 第二个信息 我们要如何回应上帝呢 简单的说 就是回到起初的约里面 靠着耶稣基督回到起初 与神的立约里面 在马拉基硕上帝对百姓 有非常多的结问 而这些结问都是指出 他们被约的问题 我们看到上帝结问祭祀 为什么被约 为什么不守约 做好祭祀该做的工作呢 上帝也结问百姓 为什么被约 为什么取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 为什么被弃蒙约而休妻呢 还有上帝也结问 通过的百姓 为什么被约 为什么夺取上帝的公务十一奉献 以至于圣殿的敬拜全部停摆 百姓听不见上帝话语的交档 而失去上帝的祝福呢 所以上帝一切的结问 都是指出他们的问题 就是被约的问题 其实被约是我们活在痛苦中 最关键的因素 相反的 当我们回到起初的立约里面 那才是蒙福的开始 不过请问他们为什么会被约 表面的原因 从当时的环境来看 他们生活困难 遇到一些的天灾 人祸 社会风气败坏 再加上周围敌人的迹象 百姓开始对上帝回心 他们开始怀疑上帝的慈爱跟公义 二章十七节 他们跟先知抱怨说 那些行恶的 耶和华反而看为善 公义的神啊 你到底在哪里呢 三章十四十五节 上帝他们又对上帝说 侍奉神 遵守神的道 有什么用处呢 那些狂傲的人 反而是有福的等等 百姓 当时遇到很多的困难 他们遇到不公义的事情 他们怀疑上帝的慈爱跟公义 所以他们开始被约 不过这是表面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他们 自以为义 他们碰到苦难的时候 他们是把责任推给上帝 他们怪罪上帝 没有慈爱 没有公义 但是他们却不反省自己 其实他们自己的罪 自己的被约 造成这许多的苦难 但是他们完全看不见 自己的问题 他们非常的自以为义 而上帝许多的结问 就是要帮助他们 看见自己的问题 他们需要看见自己有问题 回到起初的立约里面 苦难才有解 不然 苦难只会继续的跟着他们 请问 我们会不会也常常如此 当我们碰到困难 我们开始责怪别人 我们责怪上帝 我们却完全看不见自己的问题 反而使自己离开 起初的约就越来越远 不过上帝从来没有放弃我们 先知一再传递上帝的应许 先知在三章一节二节那里说 那位与百姓立约的主会忽然进入圣殿 竭尽立约人 竭尽百姓 而这位与百姓立约的主是谁呢 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 他来要竭尽我们 赦免我们 耶稣张开双手 欢迎我们回到那起初的立约里面 重回上帝的祝福里面 就像浪子的故事 父亲张开双手 欢迎浪子重回父亲的怀抱里面 弟兄姐妹 当我们遇到婚姻的困难 工作的困难 人际关系的困难 不要自以为意 不要责怪别人 不要责怪上帝 我们要回到耶稣面前 好好反省自己的问题 反省自己有没有被约的问题 其实上帝一直等待在那里 等待我们回转 好诗人给我们 这是我们能够从痛苦当中 走出来的关键 所以我们要回到起初 与上帝的立约里面 比如说 要回想当初我们受洗的时候 我们是如何与上帝立约 我们是如何答应上帝 我们说我们愿意拒绝魔鬼 并他一切邪恶的诠释 我们也说我们愿意终生顺服主的道理 但是如今 我们有没有持守这个约呢 比如说我们的工作 当初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祷告寻求神 我们很清楚知道 这是上帝的预备跟带领 我们也跟神立约 我们要在职场上 好好的为主做荣耀的见证 但是现在我们有没有持守这个约呢 还有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们相信那是上帝所设立的盟约 在婚礼中 我们曾经承诺说 不论富裕贫穷健康与疾病 顺境与逆境 都爱他 克护他 照顾他 苦乐相共 终生不分离 但如今 我们会不会因为碰到许多的困难 很难相处 很难沟通 我们怪上帝 怪对方 却不反省自己的问题呢 马拉基书第二个信息 就是要帮助我们知道 这位与我们立约的主 耶稣基督已经来到 耶稣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而是要竭尽赦免我们 他张开双手 欢迎我们回到那起初的立约里面 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 上帝的爱 耶稣的爱 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反省自己 重回上帝所起初的立约里面 当我们回到起初立约的里面 那是蒙福的开始 有一位姐妹 2004年4月的时候 她因为碰到困难 她感受到她的同事 是一位基督徒的姐妹 那姐妹非常地爱她 非常热情地帮助她 她也感受到上帝的爱 所以她决定受洗归入神的家中 后来她离职 搬回她自己的家去住 以前住宿舍 那原本的教会呢 就变得有点远 就再也没有去了 后来结婚之后 她的先生收入不错 就贤富在家 每一天最大的乐趣 就是跟几位贵妇 喝喝下午茶 逛逛明白店 那有时候呢 这个咖啡的站单来的时候呢 几十万 也不觉得怎么样 后来有人邀请她来真理堂 但是她总觉得 这个崇拜很无聊 不知道是不是 邓牧师讲到太无聊了 然后呢 而且呢 小组的人呢 小组的人 哇 为什么都那么苦啊 分享的都是她不太爱听的那些东西 其实是她 其实是她 不想碰触自己心中痛苦的事情 所以她还是选择回去过 悠悠哉哉 贵妇的生活 不过神没有放弃她 她有头痛的毛病 医生也找不出原因 有一次头痛非常的厉害 而且连续三天 让她不得不寻求 不得不寻求帮助 甚至寻求医生以外的帮助 就在2014年1月的时候 真理堂有一位姐妹在此联络她 有邀请她来聚会 并且陪同她一起来 那一天 她在我们当中 一起敬拜神的时候 哇 不停的流泪 不停的流泪 心中很多的痛苦 得到很大的安慰 她也感受到神对她说 女儿回家吧 女儿回家吧 那一种心中的感动 是她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就从那天开始 她开始稳定聚会 但是不久之后考验来了 因为她去检查 发现脑部有颗肿瘤 不过 这一次她没有怨天尤人 虽然头痛没有消失 肿瘤也没有切除 因为在脑中央 手术非常危险 但是她依然选择 回到上帝的爱里 回到起初受洗的时候 与神的立约里面 从此之后 这位姐妹变得可慕神 喜欢聚会 喜欢参加小组 喜欢读经 尤其喜欢参加圣经中南班 参加了第一年 觉得不过瘾 第二年又陪同 其他人又参加了一年 而这三年 她从回到教会 已经把圣经读完六遍了 她心中的喜乐 是以前离开主十年的 那个悠悠在在的生活 是不能比的 她现在最大的热情 最大的乐趣 就是告诉她的好朋友 信耶稣有多好 而且她已经带领 三位姐妹归入神的家中 感谢主 这位姐妹碰到疾病的困难 她不是怨天尤人 反而是选择 回到起初受洗的时候 与神的立约 重新学习顺服主的道理 正因为这样 她开始享受 跟主同在的喜乐 以及爱的团契的喜乐 她说这是她人生中 最大的满足 即使仍然要面对痛苦跟死亡 她也不害怕 感谢主 当我们回到起初的立约里面 那是喜乐蒙福的开始 另外我也认识一对夫妇 好多年前 他们的婚姻几乎走到尽头 就差没有签字了 双方都非常的痛苦 先生一直忙工作 根本不顾家庭 所以太太感受不到先生的爱 就越来越消沉 越来越没有自信 先生也觉得太太支配太多 觉得太太掌控 所以常常想要报复 有时候他们冲突之后 她就离家出走 两个人完全无法沟通 但是感谢主的是 太太先来到教会 信了耶稣 并且开始为她的先生祷告 后来她的先生出了严重的抽祸 但是感谢主这件事情 反而是成为他们的祝福 因为这位先生就柔软下来 接受教会的祷告 教会的关心 后来就信了耶稣 但是信耶稣之后 不是马上关系就改善了 但是耶稣有很多的恩典 持续地帮助他们 他提到有两方面的恩典 让他重新地认真地 看待他们起初所立的谋约 一个是他个人祷告 生活的建立 神如何在祷告当中帮助他 他说有一次 他跟太太冲突又离家出走 然后他就跟神说 神啊你看 你看我太太真的很不对 对不对 你知道圣灵在他心里面 感动什么吗 圣灵跟他说是你不对 你不应该离家出走拒绝沟通 哇他很惊讶 惊讶上连会对他这样说 他马上就回家跟太太沟通 跟太太和汉 另外一个他说 神耶稣给他一个恩典 就是爱的团契 他说他现在呢 碰到夫妻问题 总是有人可以请求带到 而且他越来越不顾面子 愿意敞开心来谈他自己的问题 往往别人的一句话 一个祷告 就把他重新拉回来 感谢主 现在他们的关系有很大的进步 他们几乎每天散班的时候 就在车上一起的祷告 而且他感觉太太越来越有信心 走出以前的消沉 而他自己也越来越喜乐 感谢主 他靠着耶稣的恩典 让他们重新看重 并且经营两个人起初的盟约 感谢主 当我们回到起初的立约里面 那是喜乐蒙福的开始 不管是起初 我们在受洗的时候与神的立约 还是在婚姻中的蒙约 当我们回到起初的立约里面 那是喜乐蒙福的开始 你阿们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吧 我们一起护求神 求圣灵天天在我们里面感动 求圣灵对我们说话 求圣灵引导我们 有许多的罪 我们需要悔改的 有许多爱的行动 我们要去行的 都求圣灵光照带领我们 我们要学习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好不好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 为我们自己祷告 为整个教会祷告 让这个教会是一个 一个听圣灵的声音 顺服圣灵感动的教会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所以说我们再次仰望给主 我真的恳求祢施恩怜悯我们 好叫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愿意去听圣灵的感动 主啊圣灵啊 求祢引导我们 好叫我们不要消灭 圣灵的感动 好让我们天天听见 我们就去尊心 主耶稣我谢谢你 我再次把自己 把我们的弟兄姐妹 都带到你面前 圣灵引导我们 不管是提醒我们 里面罪的问题 我们需要悔改的 需要回转的 或者提醒我们有一些爱的行动 我们要去行的 都求圣灵引导 谢谢耶稣 谢谢主 谢谢主 第二个祷告 好不好 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 看看在我们里面 有没有被弃 被约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受洗的时候 我们立约跟神说 主啊 我愿意终生顺服主的道理 我是不是仍然持守在这个约里面呢 或者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我们跟神说神啊 我要在我的职场当中 做你荣耀的见证 我们是否仍然持守在这个约里面呢 或者在我们的婚姻当中 我们跟妻子跟配偶所立的盟约 我们是不是仍然持守这个盟约 用神的爱 用神的道来彼此相待呢 好不好 我们来到神面前 求圣灵光照我们 如果我们生命中有被约的问题 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回转 让我们来到圣灵面前 求神加力量 给我们回到起初的立约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来给我们的耳朵 我们来 crisp 中文字幕志愿 我想问在我们当中 是不是有些弟兄姐妹 你感受到 圣灵的感动你 让你回到 上帝起初的立约里面 如果是圣灵感动你 要回到起初 受洗的时候与神的立约 好好的遵守 神的道 或者回到那工作 你跟神说 神啊我要在工作当中 荣耀你的名 或者回到那个婚约当中 我们是不是 在婚约里面 我们没有善待 我们的另外一半 我们都求圣灵光照我们 如果有这样的 姐妹 我邀请你 把你的手放在 你的胸口当中 你跟神祷告 神啊给我力量 神啊给我恩典 叫我靠着耶稣基督恩典 回到起初的立约里面 好吧 我们来到神面前 有这样的人 把你的手放在胸口上 跟神来立约 所以说我再次 在我们当中 愿意回到 跟主重新的立约里面的 这些弟兄姐妹 再次交多给主 知道我们真的何等软弱 我们靠自己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也没有能力 回到那个起初的约当中 但是我求你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我真的肯求你 神灵啊给我力量 耶稣啊给我恩典 因为你应许说 这位立约的主已经来到 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来到 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重新回到立约当中 主啊求你恩待我们 赐恩给我们 赐恩给我们 所有的弟兄姐妹 愿意回到那起初的约当中 不管是受洗的约 工作的约 婚姻里面的约 让我们回到那起初 与神的立约当中 谢谢耶稣 愿你赐恩在我们里面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